他身高186 虎背熊腰 他手持80斤双剑 纵马驰骋 踏破敌带 他一生征战沙场 立功无数 深受百姓爱戴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进入正史的女将军 古代传说中的四大金国英雄之一 秦良玉 赎紧征袍首制成 桃花马上请长英 世间多少奇男子 谁肯沙场 万里行 这管不好 竹公子 有礼 秦良玉 赐真宿 生于名神宗万里二年 四川中州人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中县 我翻阅了一些史料和相关的研究资料 发现其实归根究底 秦良玉的民族应该是苗族 只不过他的家庭已经完全汉化 所以要说他是汉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秦良玉的父亲名叫秦奎 是个读书人 而且还是个岁工生 除此之外 老秦这人和一般的读书人不太一样 这人会武功 不但自己会 还喜欢教孩子们学武 这几个儿子都跟他学刀枪棍棒 骑马射箭 把闺女秦良玉没事 就在标上看 老秦很传统呀 觉得女孩嘛 这真知女工搞搞清楚 在认识俩字就了不起了 怎么能打打杀杀呢 就经常呵斥秦良玉 不让他旁听体育课 结果这几年时间下来 十几岁的秦良玉已经长得比所有兄弟都高了 身材高大魁梧不说 武艺也是出奇的高 一个人单挑家中所有男青年就跟娃儿似的 秦葵一看 这一情况也就不拦着了 不但不拦着 还亲自教秦良玉读书写字 学习兵法 谁声想啊 这闺女不但学武功天赋绝伦 精识子吉也是过目不忘 兵法韬锐更是烂熟于心啊 老秦高兴了两天也犯难了 眼瞅着这秦良玉已经是全村最高的仔了 一个巴掌展开 那是比老爷们脸都大呀 一拳能把牛给打套下 这谁敢娶啊 不过秦良玉自己却蛮不在乎啊 七大姑八大婶给介绍的对象是一个都看不上 就这么着把自己变成了大龄单身女青年 21岁还没嫁出去 要知道那时候女孩14 5岁出嫁才是正常的年纪 所以直到22这一年 秦良玉认识了一个名叫马千胜的男人 比自己大4岁 这个马千胜据说是福伯将军马源的后人 因为祖上立功 世袭石柱宣伏史 石柱这个地儿不大 也属于中州 以苗民为主 民风飘寒 经常有叛乱 这宣伏史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评判 秦良玉嫁给马千胜以后呢 因为武功高绝 统帅有力 很快就得到了丈夫的认可 夫妻二人一起训练军队 出兵打仗 而秦良玉却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军队职务 专心指导当地百姓和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种地 第一年呢 他让所有人都种玉米 结果当年大汉只有玉米丰收 第二年就在所有人都种玉米的时候 他又让手下人种奈闹的作物 结果当年洪水又只有他丰收了 从此当地人将其奉为神人 秦良玉经过一番运营 大大冲破了两响 又经过严酷的训练培养出 三千骁勇善战的百杆军 开始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冠令27年 波州吐司 杨用龙造反 这波州就是现在的贵州尊义 产茅台酒那地儿 叛军攻陷了重庆 卢州等地 还包围了成都 四川总督李化龙奉旨评判 本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的念头 就顺手戴上他眼中土的吊渣的 当地土兵 马谦胜的百杆军 秦良玉 随行 结果这官军一接触 就被打得满地爪牙 李化龙这边还没整明白怎么进攻呢 就开始计划着怎么逃命了 结果传令兵来报 石柱宣服是马谦胜的老婆 带领五百土兵自卑军马粮草 大破叛军 哭哈哈大笑 下达了一道非常专业的军事命令 所有人今晚开庆功宴 不醉不归 秦良玉听到这个命令之后 也是一脑袋黑笑 然后就密令百杆军 所有人准备战斗 他料定敌军必会来偷袭 果然当夜叛军来袭 结果被早有准备的秦良玉 打得是爆头鼠坛 秦良玉率军一路追击 连破七寨 攻克敌军大本营桑木官 逼得杨用龙直接上吊自杀 万历41年8月 马先生拒绝给太监邱盛云行贿 被诬陷入狱 并死在云阳的监狱当中 因为马先生是世袭的宣服士 而他们的大儿子年纪尚小 于是秦良玉便接替丈夫 正式成为宣服士 公元1620年 后金军队侵入辽东 万历皇帝全国征召 抗击满人 为民在外的百杆军应召北上 秦良玉带着自己的兄弟 秦邦平 秦明平一同出征 甚至还有年纪不大的儿子 马祥林 在第二年的战斗中 秦家兄弟与一千多百杆军 陷入后金包围 全军上下 无一人投降 秦邦平冲锋陷阵 不幸牺牲 秦良玉收到消息 第一时间 率领数百人前往救援 他手持双剑 独闯敌阵 浴血冲杀 无意合之地 硬生生将秦邦平 和几百百杆军救出 兵部上书 张和民在写给 万历皇帝的奏书当中写道 浑河血战 石柱宣服使的军队 当论守宫 战后秦良玉派人回城 购买一千五百套棉衣 亲自率领三千精锐 再出余关 上级公家男 下腹四门仇 气甚壮 参加完辽东的战斗 秦良玉刚刚回师 却碰上遗族吐司 奢重鸣叛乱 这位大哥可不是一般的厉害 基本上打得四川当地的官军 是毫无招架之力 眼瞅着秦良玉 带着百杆军回来了 他也知道他们的厉害 就派人给秦良玉送礼 说你看明朝政府现在极贫极弱 咱俩干脆联合起来造反 吃香的喝辣的呀 此时的秦良玉 白杆军适逢大战结束 许多亲人固有 埋在了寒冷的塞外 再也无法回到家乡 可忠义二字 却深深的刻在他骨子里 秦良玉率领白杆军 杀效了奢徒民 英勇无敌的白杆军 一路追着奢徒民后退 最终停定了全川 白杆军这边正浴血杀敌呢 那明朝的官军在干嘛呢 四处撤走 冷嘲热讽 打不赢敌人没面子呀 他们就靠着挖苦 他们眼中的土兵来争面子 秦良玉给万历皇帝上书写道 总兵李维新战场溃败 闭门高我 不容许我去见他 以六尺身躯 须眉男子 即一金国妇人 敬业私之 亦当溃死 不过不管怎么说啊 这位叫李维新的总兵 从此轻始流明 为你鼓掌 崇智三年后监军队 逼近首都 秦良玉奉崇祯赵秦王 后监军队退去后 崇祯皇帝亲自召见 并为他赠施 崇祯十三年 当时天下大乱战火四起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 纷纷起兵 其中 罗乳财带人准备攻占乌山 也就是重庆 可他傻就傻在啊 没选对地方 秦良玉带着百杆兵 摁着罗乳财呢 是又一顿暴打呀 直接把罗乳财给灭了 崇祯十七年 张献忠进攻四川 秦良玉多次上书 建议明朝政府改变防御策略 却被无视 面对严峻的形势 他只好自己带人抵抗 中英寡不敌众 失败退走 三万百杆军全部阵亡 但无一人投降 可即便这样 秦良玉还是带着百杆军 死守自己的领地石柱 张献忠几乎招响了 大部分的四川吐司 却从来不敢 约雷池一步进入石柱地区 而面对滥杀无辜 杀烧强掠的张献忠部队 当地百姓纷纷 涌向石柱地区去避难 秦良玉尽自己最大努力 庇护着他们 而秦良玉的独生子 马祥林镇守襄阳 最终被李自成的部队所杀 马祥林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儿是与成存亡 愿大人勿以而为念 秦良玉看到信痛哭流涕 说道 好 好 真无儿 清军入关南下后 秦良玉坚持抵抗 南明龙武皇帝 封她为太子太保 忠贞侯 南明永历二年 5月21日 秦良玉重病不治 去世 小年75岁 这位女子不像历史上 其他女人那般 或以美貌 或以权柄 名流史册 她甚至都不是我们 对女性传统认知上的 所谓的美丽 有些见过她的朝鲜史杰 在回忆录里有提到过 秦良玉身材魁伪 形同男子 她留下的战袍 足足有一米八五以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是唯一一个 进入正史的女将军 不仅仅因为她骁勇善战 宝敬安民 更因为她那颗 闪闪发光的爱国之心 今年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 72岁了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弥安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像秦良玉一样 永保一颗爱国心 时刻铭记着 我是一名中国人 牢记使命 强国有我 因为百姓了 大年之后 结果担心 四位 从来眼淚 至少 正面